欢迎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07中英人寿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各个单项的四分力决赛的情况 比赛还是在成都的四川省体育馆进行 今天在转播场地进行的第一场比赛是混合双胆 由中国的谢中博、张亚文迎战英格兰选手克拉克和克洛格 然后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接下来安排的是两场男单的四分力决赛 一场是林丹对包春兰 一场李宗伟对陶飞克都是非常重量级的对阵 然后是女单卢兰对谢信芳 那么根据今天转播的这个情况呢 如果比赛打得快的话 大家可以多看到几场比赛 在今天的转播当中 我们还是继续邀请前中国国家羽毛球队领队周金灿指导 和我们一起来观看今天的比赛 大家好 谢中博和张亚文这队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 也可以说是处于这个主场作战 因为谢中博他是四川的球员 张亚文是来自重庆 同时在另外两块场地上也是进行两场四分之一的混双比赛 一场是郑波高龄对丹麦的新秀 雷伯恩和李特朱尔 这一队选手也是上升非常快的年轻人员 曾经在欧锦赛当中战胜过罗布森和艾姆斯 那么另外第三块场地就是罗布森艾姆斯 这对英格兰的奥运和亚军 比赛中国的小将何汉斌和余扬 在今天比赛一开始呢 英格兰队员克拉克可能对于这个比赛的用球 是不是跟裁判有些交涉也叫来了裁判长 那么他要重新在底线 再来看看这个球的球数 在羽毛球比赛里边呢 每天比赛开始之前 裁判都会找一位男选手 他在底线来下手发球 这些球发到对方的这个 对面的场景 都有一个位置 看这些球的性能 它的速度是否适合今天的比赛 看来英格兰队对这个球速感觉 有一些不太合适 我们看到发球裁判呢 还是对每一个球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 来改变它的球速 那就是简单的窝一下每一片羽毛的这个尖的这个部分 来使它变得快点或者慢一点 这运动员对场上球速的这种分歧 主要是由于这场上有风向 那么在处在顺风的队员呢 他肯定希望这个球能够慢一点 这样避免出界 在逆风的队员 他当然希望就是正常的速度 否则的话原来就打不到后场 如果这个球再折一下的话 会比球时的球速更慢 更打不到后场 所以常常就在这一点上会有分歧 这也成了今天比赛开始之前的一个插曲 看看英格兰队在这个球上做了一些文章之后 今天比赛当中表现怎么样 比赛已经开始了 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来自重庆的张亚文 特勒格杀了一个两个人中路结合 特勒格杀了一个两个人中路结合 这两名选手也分别都打男双和女双 半场球 赛球出界 中国队的教练陈兴东 陈兴东也是四川的教练 曾经在96年奥运会上成绩也非常不错 就是他自己说其实也有很好的机会 本来是获得一枚奖牌 但是自己受伤了 就是张亚文的往前的抢往 突然推对方的一个后场 谢谢东伯发球 出界 对这个攀爬 克勒格是有明显的意义 need ck dj て 谢中柏这球 准备 不熟 可是这个防守很弯强吧 就挑起来 英格兰队的英格兰选手 防守得不错 现在有防反机会 这个球主要在防守当中 克勒德确实做得非常好 在谢忠博 詹亚文 两个人连续盯着他 他在攻的情况下 防的可以说质量很高 而且可以说过渡球打得非常好 就是在被动的情况下 回修的质量 还是保持说 不会一拍让对方打死 所以实际上来说 这个回合非常精彩 刚才这个球双方都打得不错 但是还是英格兰队 他因为最后的 还是主动权在自己手里 实际上这个场地呢 有点撤锋 可能詹亚文现在 可能还没有完全 非常意识到 刚刚那个推球 实际上完全可以避免 进攻 谢忠博这个球 实际上推球的质量不够高 因为他这个球 克罗格呢是判断他这个球会非常平 结果呢发现这个球过来是向上走 他感觉到自己有机会反击 所以当拍举起来想抽这个球的时候 但是这个球 这位机球点不是太平衡 当然这几分球 谢忠博他们变化也比较快 因为双方都在通过挡网 让一球过网之后就马上下沉 争取让对方是往上挑球 可是他突然打两个瓶子 对方也有点 没有跟上来这个变化 换位 这个杀改掉还是很突然 而且打到两个人中间这个往前 克罗格由于是步伐没有到位 离他的身体很远 所以球是挑出了界外 谢忠博身高有一米九 所以他起跳 那就对对方的心理上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所以当他起跳的时候 举拍 对方就很自然的位置会往后撤 所以这时候如果结合调球的话 效果会非常好 谢忠博杀 从开局情况来看 双方的前半场争夺很激烈 但是中国队 谢忠博和张爱文 还是进入状态很快 虽然对方打得也很出色 但他们还是控制了局面 大比分领先 场面打得很热闹 但是呢 得分还是中国队得分 但是英克兰比赛打到现在 十一分十二分球 第一个通过自己的进攻 来得分 克拉克的头顶连续杀直线 重杀得分 三比九 发球失误 你看克拉克在第一局这前半段自己的失误比较多 上来就是两分 这就是一个发球失误 好球 谢忠博也发丢了一个球 张亚文的后场 我们看看怎么样融换位置 好球 非常漂亮 克拉克防守抽出对角线 刚好是到了张亚文的手里 来看一下 想抽一个对角 他认为张亚文可能会来封直线 但是张亚文在对角线上刚好逮到 十一比四 现在在其他的场地上呢 这个高龄和正波现在十七比十二点线 所以中国队的谢忠博和张亚文都是来自 可以说是在比赛当地举办的本土的队员 我们的张亚文是来自重庆 这对混双在今天在这里比赛也得到了很多当地球迷的支持 我们看到很多的球迷都在呼喊着这个谢忠博的名字和张亚文的名字 双方的比赛接着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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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比赛 双方的比赛 克拉克在杀完之后 上网也先慢 中间盾了一下 慢了半拍 时间上就来不及了 这球没有铺球的机会 好困单 新春球战老闆已经连着三个发球 失ola 好球 漂亮 应该说英格兰这几个球回球的质量都不够高 离往太高了 张亚文在往前也封得非常的严实 发球了还是中国队的张亚文 漂亮 张亚文在对方放往前的时候 他反手推一个大对角 到了对方正手的空档 克拉克在跑动之后 我好像手上显得空档球的质量差了一些 出 给我打开 positioning 印度 熊 还是谢东坡发球 克拉克回球又出了底线,17比8 谢东坡反拍,对角调球要求太高 球直接出了边线 张晓文抓到一个球 漂亮,现在在几个 这个球是谢中博第三排 抓对方推一个习惯球路 直接推到这边的直线 其实从第一局来看 克拉克还是自己的失误太多 导致英格兰队现在比分落后的太多 第一局英格兰队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对方回球出界 现在21比10 谢中博和张晓文先胜了第一局 对方回球出界 现在21比10 谢中博和张晓文先胜了第一局 对方回球出界 对方回球出界 现在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现在双方第二局比赛 撑 1 1 1 8 还是克拉克的头顶披掉 球没有过往 虽然在场地上方两侧的灯光是从两侧下来的 但是在体育馆的顶棚上还是由几盏灯进行照明 有的时候不巧这个球可能正好在受到灯光的影响 非常被动 想打一个勾一个对角 这个球打得有点勉强 因为可能意识到这个场趋势顺风 所以不太愿意把球调起来 巴拉克进攻 张亚文和新中博这时候也是要求擦一下地板调整一下 刚才在接发球的时候张亚文就感觉这个节奏有些不对 几次示意让对方等一等再发球 还是很有经验的这队选手 画面里张亚文 第二局开局这几个来回 明显看到英国队加强进攻 由于在顺风的场地防守比较困难 所以都不太愿意防守 但是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要再往前战友优势 我们看第二局开始 科罗格在往前看得非常猛猫 科罗格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阵手 稍微有点带停顿 然后抽对着 这野猫球常常就在节奏上 你如果跟不上 那么可能完全的步伐和节奏都被对方打乱 刚刚这个球就非常明显 谢东坡球站在原地不动 还是在前半场的争夺 这段比分落后也是新生坡战友们处于防守比较多 谢东坡 揭发球 谢东坡揭发球 谢东坡 揭发球 我们看到交换场地之后 中国队还是想采取控制前半场的打法 但是英国队因为在逆风的场地上 意识到中国队要强往前 所以他们两个的位置也非常靠前 所以在处理往前的时候如果太勉强 而且质量打得不够高 常常会被 使自己更加被动 这球张亚文打得还是一巧破千金 他打得很快就不够高 他都没怎么发力 都是利用线路落点 来控制对方 让对方打不出高质量的回球 防守的时候还是不够高质量的回球 而且意识上 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连续的挑后场 还是说应该找准机会来评抽 或者反击 哪一种方式更恰当 可能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战术意识 谢东坡也是一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 是四川川文艺毛球俱乐部收送上来 到国家队的运动员 今天一会认为糟蹋的方式 中kol达的运动员 是五川的运动员 以处以乱度空手出现 现在从 Pose看过三川的运动员 正在乱度达的运动员 已经有靠近了 好点 加上述动员 再探索 再探索 加上运动员 再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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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中山 这球英格兰队也是打得比较可惜 其实几乎右半边整个中国队场地都已经空出来了 但是他可能感觉自己凭借 因为这个球位置也特别好 感觉简单的我杀一板 对方也很难防 但是他如果打一个对角线 就基本没有防起来的机会 对 这球如果应该来说对英格队 这个心理上的影响会比较大 因为这个必胜的球 11比6 我觉得虽然这个比分处于落后了 当然一个是这个场上风向和自己在墙网方面 没有获得那么多的主动 导致防的比较多 但是从这半局来看 谢忠宝张阿文在场上还是尽量地把这个节奏把它放慢 球与球之间 他有他这个时间拉长 让对方的分上的没有那么快 就是你感觉 英格兰队虽然占了很大的主动 但是他打了很长时间 他才到11分 这样自己在后面咬住这个节奏上跟对方拖住的话 还是有扳回的可能 这个指导思想还是很明确 现在因为中国队 谢忠宝和张阿文在争夺前半场的时候 两个人的位置都靠得非常前 英国队员意识到中国队的这个站位 所以在处理往前的时候 他放网和推后场结合起来 所以就多次出现 谢忠宝在处理头顶的时候 不得不用反派来过度这种状态 所以中国队可能在位置靠前的时候 可能还要有一部分的精力来 来看来关注 对方可能会结合推后场这种打法 克拉克发球 谢忠宝接发球 白克后场 谢忠宝的后场进攻还是威力非常大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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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勒格在飞升月初队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中国队场上的碰到 掉了一个对角往前 克勒格在头脑 在场上还是显得非常冷静 而且观察能力非常强 这个空档 他继续发现 而且把球打到那个脚上去 是 出 出 出 8比12 只落后四分 出 8比12 往前 谁都不愿意跳起来 克勒格防对角线的时候 还是挺有特点 蹲下来 跳球 跳的质量非常好 再杀一个长的 非常精彩 这个往前球的质量稍微差一点 再被对方勾一个对角 因为他的球点非常高 对 很主动 这一分是记起了全场观众的掌声 中国队打得非常顽强 那么这个球 林斯这个球很难再打过去 但是张岳文还是非常顽强 A身来抢就这个球 张岳文也是来自重庆的一名队员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2007年中英人寿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 今天是进行各个单项四分一决赛的争夺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混双的一场四分一决赛 谢中博詹雅文对英格兰的克拉克克勒格 第一局谢中博詹雅文举胜 但是第二局在换编之后 由于风向改变 影响双方技战术的发挥 现在是处于落后 8比13 英格兰这队 他们在这个前半局当中 其实机会还是比中国队要多 但是他们有的时候 两个人可能前阶上要慢一点 不是那么流畅 所以分数并没有特别大的拉开 克拉克这一排阵守的抽对角 威胁还是非常大 本届大赛赛也吸引了很多的当地的观众 来到现场来观看 本届大赛赛也得到了很多 四川本地一些企业的支持 我们四川川威集团也成为了 本届大赛赛的这种赛事赞助商 那这个球谢中博虽然失误 但是他在防守当中 那种积极防守的意识还是正确的 就是你简单的调起来 可能不会失误 但是会造成对方下一排进攻更加方便 那像抽球反击 但是这个球的弧度还是低了一点 但是这个球给我们首先制补 就是需要超级复权的 这种反弃突出的 我们还有暴杯 以及筑像 这几个ately cast 贿赛 赛 小偷 抬头 比较 赛 用位子 拿到来拍框 而且给克拉克正守这个区域的球 如果质量稍微不好 稍微差一些 他过来的球非常的凶 而且弱点非常好 这个对中国队的 我们这队混伤的组合造成非常大的危险 半场 这个反派过度到位 好像不太敢发力在弹这个后场 所以实际上这种 谢忠波这次要考虑 你要弹后场 你弹半场也是容易被对方杀死 所以应该把这个球 弧度要稍微弹高一点 因为有风向 所以如果弹的太平会容易出界 应该做一些改变 弧度应该放得高一些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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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个 13比18 比分来看也是非常难追 但不是完全没有机会 看看后面的几分 克拉克15 反拍抽球是比较难的 14比18 克拉克 克拉克几乎要得分 非常成功 从沙湛奥文连攻两拍 然后突然一个调球 马上跟男同伴轮转 到了往前 本来是一个轻松拦网得分的机会 但要求太高了 这样中国队把比分迫近 15比18 非常可惜 这个球 这是一个手上的球 节奏上稍微有点 没有掌握好 现在比分上对中国队来说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关口 因为如果再让英格兰队回分 那么已经进入到局点 对中国队对方发球的位置 预判非常准 感觉去判断 让对方球一过来 他已经出手 对中国队有进攻的机会 谢谢周末进攻 小妙 非常巧妙 看看张晓雯这个昏我 不是非常发力 但是这个落点和这个角度 都掌握得非常的到位 谢谢周末 前面落后的还是太多 差了五分 追的过程当中 虽然谢中博 张耀文打得很坏强 但是还是显得比较吃力 现在还是落后三分 现在中国一队年轻的混双 何汉斌和于扬 应该是在面对英国名将罗布森和艾姆斯的时候 搬成一比一平 带到决胜局也是 特拉克进攻 这个时候英国兰队在进攻当中显得有些着急 我们来看一看谢中博 张耀文能不能把这个比分追平 因为前面丹麦队也曾经面对郑波高龄的时候 17比20落后 但是追到20平 虽然最后输了 选择东北人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把汗水洒在地上 这样的话尝尝能不能把汗水洗干净 场地就会有些滑 那么关键的时候 中国队提出要把场地上的汗血来清扫一下 中国队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来冷静的 来考虑下个轮回应该怎么打 最后这又是没有打正 又出了一个半场球 英格兰队的克拉克和克勒格尔是在第二盘比赛 21比18胜出 双方要进行决胜局的争夺 赢球就像林丹说的 虽然有时候球是赢了 但是好像没练到什么东西 没球 你看看他们在对方追成 一比一之后 决胜局双方的发挥 克勒格发球 张亚文接发球 这球又是偷发一个后场 还是比较成功的 张亚文他个子比较矮 有时候这种后场的过点球会吃力一点 场上这种战术和这种各种情况的变化瞬息万变 对中文人员来说不光是要承受这种比赛压力 还要根据场上这种通向的条件 球速的条件来调整自己的战术打法 这对他们本身各种的综合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讨厌 如果能够闯过这种从中的关口 对于他们能力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高 现在克勒格发球 谢中坡接发球 双方在发球的时候也是斗智斗勇 但是经常改变自己的这个节奏 想把球的质量发得更高一点 这样也难免带来一些失误 这个放网质量很高 中国队从第二局包括到现在 防守的质量看来还是不是非常的令人满意 所以当防守的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漏洞 特拉克还是盯着张亚文不放 刚才球也是在一开始 中国队防守的时候显得比较消极 球防起来但是没有去寻找一些反击机会 中国队是判断失误 球落在界内4比2 推个后掌 这个球推在界内 看来特这一拍反守底线的过度 平球球过度还是质量非常高 但是接下来两个放网 第二排球质量太差 这接球点已经太低了 那么意识上还是对的 就不想起高球 还是想通过往前来争取主动的机会 但是张亚文也是在往前看得非常紧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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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英格兰队得分的球 但是谢忠博通过他的顽强的防守 而且在这个防守当中 是打到了 挡到了对方的一个空档 第三决胜局的开始 现在比分咬得非常紧 出界 出界 出两边线 四 三 一 四 一 帕拉克的反胎區還是相對的陣手區 相對陣手區這種兇狠的平衝和扣殺 他的反拍還是一個薄弱環節 所以中國隊應該很好的利用這一點 他後場球不受效 中國隊還是獲得進攻的機會 防守上顯得過於匆忙 實際上如果意志上就是說你搶往 或者再往前對打 爭取進攻的機會 但是一旦你陷入了這種防守的時候 應該承認被動 把球過渡起來 然後在防守的當中 來尋找這種反擊的機會 或者說你在防守不向防守 進攻不向進攻 防守的時候還想著怎麼樣來攻 這時候是會顯得把自己的示威弄得比較亂 現在感覺上是英格蘭隊認為 張亞文的防守比較弱 所以打他、進攻他還是比較多 張亞文可以更多地把這個球跳到對角線 讓同伴來分擔一下 但是其實從過去比賽來看 一般來說中國混雙這種組合 女選手的防守能力都是比較強的 對 但是根據場上的這種情況 可能有的時候 臨場你的狀態 或者對方殺球的落點 可能有一些變化 有時候隨時做一些改變 防守能力比較強 只是相對對方的女選手 如果相對男選手來說 應該來講能力還是不如男選手 所以在混雙的比賽當中 一般來講進攻的時候 都是早等對方的女選手下手 好 OK 出了底線 出了底線 收尾收尾收尾 出了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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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接觸了一個滾網球 非常 運氣非常好 這個球 這個球是一個運氣 但是我感覺從今天 這個英格蘭兩名選手 他們的防守的感覺 還是不錯 從第一局就可以看到 有些球他們的接殺擋網 都非常貼網 對 擦著這個球網 無線很低的就過去 比謝忠博詹阿文 今天在防守方面的發揮 要好一點 感覺上中國隊 除了在第一局當中 從第二局開始到現在 戰術意圖是非常明顯 但是在往前 和半場的出擊方面 球的質量不是很高 所以就會給英國隊 比較多的機會來進行 所以因為雙方的意圖 都非常明顯 大家都在想 過往前 所以這時候就是 比出球的質量 和你站位的角度 怎麼能夠在最佳的位置上 處理這個球 那麼我們看到 到目前為止 中國隊在這方面 可能還是 做得不如英國隊好 現在決勝局的下半局 對中國隊是非常大的考驗 因為現在是處於順風的位置 但是我們在決勝局的上半局 來看 好像這個順利風 對雙方的影響 不是那麼明顯 所以希望中國隊 能夠調整自己的戰術 包括自己的這個心態 來打好決勝局的下半局 一定要處理好的細節 放完球之後 一定要處理好的細節 然後封難一點 怎麼樣的 固域裡的防區 非常重要 這球是剛好打到的間內 好… 有機會 掌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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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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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